瑞来 嗨 大家好 盈盈一水柔情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在婚宴中都说需要比爱重要 所以依然要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欢迎我们历史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来 和大家打个交互 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您好 我希望别人疼爱 我叫金收益 沈阳的 来 二号女嘉宾 您好 孤单时与你相伴 和乐时与你狂欢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树团 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我要遇到有原因 愿意可以相伴到老 我是来自沈阳的沈阳 好的 欢迎四号女嘉宾 爱是永恒 值得一生去守护 我是来自沈阳的聂树坤 有人来形容园丁呢 说是最辛苦的人 也是付出能够得到回报的人 那他们的心情付出 为的只是能够看见那一丝的绿色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男嘉宾呢 就是这样一位人 那我们看看他的老照片 哇 这个是好像后经过加工和装饰的 这么一个照片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我们觉得这个男嘉宾的龙鹤特别的帅气 这头发可忒好了 发现这种头发特别壮实的人 感觉是硬茬的那种 老人说头发硬比较倔 这个是个倔老头 当然这是老人的一个传统说法 但是一定是头发好的人 身体好 身体好 对对对 这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那我太期待了 来 让我们有请男嘉宾闪亮登场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家地城堡由我来为你建造 我是来自沈阳的五铁男 挺年轻 挺有风度的 欢迎您 铁男 就突然想到您刚才那个照片里边那头发 根里根里 这看到了确实是的 根本性格有点 脾气比较爆炸 爆炸 心得特别急这样 您性格倔吗 对 倔 梗子倔 您搞明白 您到底是耿直还是倔 都有了 我办事看着欺负工太大 不我跟人发倔呗 那跟老伴倔不 不倔不倔 不倔 听老伴话不 对 听话 那个照片 刚才那照片 是真的就是您年轻时候的样子 对啊 就是那样的 对 那岂不是喜欢您的人排一条街啊 这个还真说对了 那是相当帅 一条街说少了吧 不是我 但是人都说怒发冲冠 你看一看 这头发的确是表达了一种 自己向上阳光正义 生活当中咱们到底是不是个倔老头啊 咱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们男嘉宾 03-281号 吴先生 74岁 沈阳人 离异 无住房 原意高级工人退休 子女已婚独立 一个人生活久了 就会寂寞 但每个人 拍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喜欢喝酒 有人喜欢玩牌 有人喜欢抽烟 我这些都不喜欢 寂寞了就喜欢运动 锻炼身体 而且我不抽烟不喝酒 我身体尴尬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 收拾收拾五只 就会出去锻炼了 我平时总跑 心理训练 打羽毛桥 这一切都不在话下 这回踏上 艾地选择的舞台 我想寻找一位 能走进我 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女士 女嘉宾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艾地选择 我来了 哎呀 艾地选择您来了 当然同样得问一下 咱女嘉宾们准备好了吗 咱男嘉宾喜欢画画草草 来 联系女士 男嘉宾你好 主持人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我说你那养花是有妙招啊 怎么养啊 有妙招 我养不好 养鱼是耐极不 我原来养仙长的开花 六十年才开一次 你养花吧 铁树才六十年才开花呢 亲爱的哥哥 这个花的就是浇水啊 有树 什么时候浇水呢 是早和晚 那我这个原人术语就见识见感 这也不是养花课堂啊 好不容易阿姨给你连个线啊 找了共同话题 你可整得跟讲座一样 他问我 他问你 那罪妄之一不再划 再琼 您听没听到 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啥 那您听到 亲爱的哥哥 这词好听不 好听 喜欢你 那你咋就没听着呢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 我也会说 亲爱的宝贝 我得乖乖 不是不会啊 是氛围补足 我是鸡皮疙瘩 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嘛 好吗 来来来 我们二号女嘉宾 男嘉宾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比如瞅她这个战子啊 和她说话的语气啊 敌人感情利索 性格好爽 挺有男人又担当 四个爷们 是吧 好 这我们二号对您评价很高啊 来 咱三号女嘉宾 男嘉宾好 你好 男嘉宾你长得很帅啊 谢谢 你喜欢种花吗 你喜欢健身吗 喜欢 嗯 你喜欢跳舞吗 不喜欢 就是不会跳舞吗 记得曾经你是跳 你不是说过吗 我说啥了 你忘了啊 忘了 这多少美女啊都看上吴叔叔了 就因为她跳舞 都转慌了 可是还敢跳舞 不跳了 就是您曾经会跳 原来我是学舞收费的 不是跳着玩的 叔 你可真是记错了 你为我可惜 是好意思 对为她可惜 因为很多女嘉宾当时是不理解 总觉得她好多女学员啊 都慕名而来 都是很崇拜她 对啊 然后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对啊 对啊 然后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对啊 对啊 这还是想跳舞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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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是自娱自乐了吗 自娱自乐 就是什么 对啊 我想说的是哈 其实以前我们叔叔来节目应该有挺长时间了 对 我没想到这两三年叔叔在家里凭着自己的毅力 就是为了找老伴为了给老伴安全感 他能把这些让老伴很记忆的东西记掉 这是文文没想到 这件事儿 您太对女人负责了吧 我就想 咱们密室女嘉宾 她们介不介意你跳舞这个事儿 对 如果说人家说我就喜欢跳舞以后就咱俩跳 你说你这事还得捡起来 对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你是教什么舞的 教育舞 教育舞 我们四号女嘉宾 您喜欢跳舞吗 我喜欢跳舞 您跳的什么舞 光产舞 就我们男嘉宾刚那种跑大圈这种跳的 你能跟着一起跳不 那个不会 我们叔叔您跟他一起要跳广场舞 能不能跳 能跳 他都能编一套舞 带着你们一起跳 那个挺好 是不 好啊 好 疫情来了吧 我就停了 教育舞 教育我停了 跳舞也没什么不好 您不介意是吧 我不介意 那看着自己的志愿吧 喜欢教就教吧 喜欢跳就跳吧 我也喜欢跳舞 但是我跳广场舞 我跳民主舞 我还走摩托 我还喜欢唱歌 我的爱好也挺广泛 我还喜欢画画 好文雅一位女士 好优秀啊 我的爱好挺多的 阿姨你就是说话这个劲 这小劲啊 我真是觉得 好温柔的一位女士 是吧 您的性格就是这样柔柔的 对吗 温柔的女士 对 喜欢温柔善良的 温柔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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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说 就是整个都爱过日的 整个都爱过日的 整个都爱过日的 看出来 这个日子能不能过明白 这俩人还得细老啊 咱们今天捡着了 这样一位有毅力的男士 而且这个外表形象 个人素质都很优秀的 这样一位男士 谁能把她抓回家去 谁就是捡了宝啦 我觉得赞赏有加的是 咱们三号姐姐 她希望你能够一起 把这个身体锻炼的好一点 但是呢同时她也希望你呢 能够把自己的心思 更多的放在家里面 刚才流露出这么多的含义 另外一个我觉得话语不多的 咱们从前面捋一号二号姐姐的话语 都不是很多 但是呢不是说对你不感兴趣 而是你一出来之后 这样的一种身体的状态 让她们感觉到非常新奇 每个人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今天推荐都不用了 因为太明显了 就刚才走模特 又跳广场舞那位阿姨 因为我觉得跟叔叔特别匹配 我总觉得到老年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把兴趣爱好放大 不应该收起来 这个时候就应该找一个 能包容你 甚至是说 能跟你兴趣爱好相匹配的一位阿姨 毋庸置疑 肯定是刚才那位模特阿姨 至于其他的这几位 真的叔叔就凭您心吧 说到这儿 就像你刚才的那种 蹦绕场一周 你让我们去跳去 那都是气喘吁吁 你看你啊 对啊 脸不变色心不跳 继续下去 我们男嘉宾 这种积极生活的状态 并且身体能够配得上 心里边的这个要求 这是真的很难得 那咱男嘉宾 你选择谁 作为您的第一位 约会女嘉宾呢 可以稍作思考 咱们一会儿告诉大家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休息女嘉宾 演唱的台 奖中的嘉宾 瘋狂叫来 你叔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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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侯不在 台上上演热情逆流 台下演奉 中风是退 我看我发烦呢 我看他在会呢 你会 你小五根堵六啊 这个刀也不得劲 他笑的 你看看这个阿弟姐 坐下挺老 你看上一笑的 相亲究竟看中啥 择偶为何先看牙 你玩身体也挺好 我看他牙齿保湿也挺好 嗯 看嘛呢 看牙齿好啊 爱的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人老了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啊 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呢 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啊 就这么来来回回的 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 戴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视力啊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一副就够了 眼睛舒服 头也不晕了 高音低音 要转的自然 看远 看近 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全息艳光 亮身定制 更清晰 更舒适 超视力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超视力 看远看近 都清晰 屋里屋外 都能戴 遇上大太阳 还能辨色调光 保护视力 连墨镜都省了 开车为了保证安全啊 就得眼观六路 戴上超视力 抬头看路 视野开阔 导航看图 清清楚楚 路在脚下 这才叫安全 音乐追求的是灵感 眼镜追求的是专业 太监近况 精致典雅 彰显您的非凡气度 现在预约即可免费享受 专业世光顾问 一对一全息艳光服务 如果您和我一样 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 赶紧换户超视力 我是蒋大为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地址 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陆北 超视力 市光中心 配警专线024-8168-1988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可谈喘 浓谈酒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男嘉宾呢 是特别爱花 喜欢养仙人掌和仙人球 另外呢 还是一位身体特别健康 才艺特别多的 关键是很有毅力 很自律的这么一位男士 虽然咱74岁了 但是身体倍棒 体型倍好 谁招人喜欢 您选择一位女嘉宾 第一位约会的女嘉宾 选谁 三号 三号 三号女嘉宾 来咱们通过大屏幕看一下三号女嘉宾的照片 很温暖 哎呀 这个发型我觉得挺时尚的 其实一看那个照片啊 马上一个词 贤良淑德呀 非常甜情 我不知道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啊 咱们女嘉宾现在是一番什么样的模样呢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登场 我什么都不学就学一个女的 我是来自沈阳的齐小如 我这挺好 嗯 好 欢迎您 你好 哇 这 这 来 男嘉宾 上前 你好 两个认识一下 挺美 挺带劲的 嗯 这头发是今天心烫的吗 没有 没有 好几个月了 平常也特别注重打扮自己是吗 还行吧 做机关做惯了 习惯了 机关那做的干液性 她俩可对颜了 哪里也举 就是这样一种汤发如果输不好的话 它会显得很毛草 嗯 但是我发现咱们姐姐这个头发 你感觉哎呀 一丝一丝的哈 特别的精致啊 打点滑胖就好了 淑女闻才 嗯 真的 她对生活 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啊 说了啥也不缺就缺个你 咱们也通过一段短片啊 了解一下这个啥也不缺的女嘉宾 生活当中是什么样 09263号 齐女士66岁 沈阳人 丧偶有住房 国企会计退休 儿子已婚独立 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 个人有个人理想的乐园 大家好 我是齐晓如 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 我喜欢唱歌 唱歌能让心情愉悦 心情不好时 听一些快乐的歌曲 跟着唱几句 不知不觉中 你的心情也像快乐的音乐好起来 同时我还喜欢跳舞 跳舞可以促进交流 争先友谊 促进身体健康 让心情变得更好 而且我也喜欢旅游 国内外也没少走 虽然爱好不少 但是总觉得 身边缺少一个人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 您来了 明白了 全世界各地 走了不少地方 是吧 是的 都去过哪儿 就是上海 西洋 外国 这都是自己去的 还是孩子带你去的 孩子 带你去的 这孩子挺孝顺的 是吧 挺好的 男女都一样 我们叔叔 您去过多少地方玩 都在国内 都在国内 是吧 那未来的话 有没有计划 跟老伴一起出去走走 可以走 月流 我们阿姨条件还不止这些呢 人家自己有房有车的 就是可以自驾游 自驾流的 对 其实在短片里边 咱看到我们女嘉宾 这个爱唱歌 爱跳舞 是吧 那你俩这个爱好 算是搭上轨了 不笑的 你看这个阿姨也坐下 挺冷 刚上去笑的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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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呗 今天我们女嘉宾 先连唱再跳一个 男嘉宾也跟着一起 来一下 不行 跳这个舞都不行 老师在这儿呢 让老师教一下 不行 要跳大伞呢 不行 这小眼神一飞 嗯 九十九八 箱总都是说的 是法 穿高跟鞋 不得介绍点 就得穿高跟鞋跳啊 那才美嘛 女人要穿上高跟鞋 才优雅 是吧 来吧老师 老师 开始吧 老师 开头 松腹提臀 老师在线 松腹提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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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上鞋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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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太紧张了 其实不会 您俩是有感觉的 就通过跳舞 跳挺好 通过跳舞能了解到 他俩像是个俩似的 长相 这个舞是跳完了 您给我们女嘉宾打个分吧 这不是跳舞的分 说这人的分 98 98分 那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也打个分 99 99分 给男嘉宾打99分 那不像猛了吗 老师多给你打一分 谢谢 专业技能分 好吧 二位请就座 进入约会时间 早期早期早期 早期早期 今天多年了 我五六的 五六的 苏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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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年 我是苏主的 我是47年车人 在哪工作 北陵公园 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15年了 我在监工局工作 苏猴呢 我是快的 大转学的 快一时退休 一个月 四年多块钱 您呢 我四下午 咱俩差不多 身体离家最大的 是 身体健康方面 有没有身高 没有 我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挺好的 我自己本身有防守车 是 你是离异是上午的 我死头的 好 死头的放缩 全身挺好 上午的 几个孩儿 上午的 几个孩儿 一个孩儿 男孩儿女孩儿 男孩儿就回来 出去了 你许说是多少 我不会算你的 你身体保得挺好 我爱好 相当好的 相当良 你为啥呢 为啥说你身体保 一个看呢 看你跳舞吧 思维挺敏捷 另外又看你牙齿挺好 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身体也挺好 我们家都长寿 看嘛呢 看牙齿挺好 对 对 对 好 感谢观看 我对她一样相当不错了 你看别人坐这儿 都坐着那个缝里 女嘉宾坐这边 男嘉宾坐这边 男嘉宾坐这边 他俩坐一面 你看 这叫玛丽 男嘉宾 现在胳膊 你看 比他那些人 他有这种 你四边看 四边 你看我 我不疼 你手疼 因为是 但男嘉宾性格很开朗 但是说到他之前的那段感情生活 其实可能是他人生当中 相对来讲 比较灰暗的一段 对 心里面会有一点隐隐的痛 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我和我阿姨非常地很爱 其实我下班 他把这个饭餐 这个日常常的都准备好了 而且他累的时候 我也可以给他按摩 还点劳累 但是厄运总是不起而至 当这日他患上脑瘤的时候 我感觉天都塌了 我穷尽家产为他治疗 可是人保住了 他却失忆了 俯无双至 祸不戴行 失忆的他 在97年失踪了 下落不明 我找了 十年也没有找到 最后不得不到法院起诉 选择了放弃 医生总有高风和低谷 我知道人不能总活在回忆里 我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 毕竟生活还有继续 所以我来到爱的选择 选择一位身体健康的 女士没办 走向管理性 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可能和大多数的 这个情感状态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离 有些人是扫 但是我们男嘉宾的这一段 算是因为前妻失踪了 最终是您选择了到法院去起诉 现在手里边是有 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和离婚证的吗 还都多少年 有 都是有的 就这个事吧 其实还有个插曲 就是我们叔叔 当时一直在寻找 在法律这个角度上面呢 是失踪四年 就可以宣布死亡了 但是我们叔叔 一共找了十年 他不想放弃 也不想相信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 人生有几个十年呢 所以我就觉得 叔叔真的是挺 就挺重情重义 那期间您经历了 怎么样的心理过程呢 现在就差两孩子 不差两孩子 我就没了 活着没意思了 我一个男孩女孩问 我没了他们怎么办呢 万一又回来 万一呢 就是做梦一天都是 都惊醒了 又可能回来了 后来走到一看 哎呀 这可是他 都精神不正常 后来这个 孩子一天也大了 孩子过程 儿子过出道 儿子说 爸爸你别傻子了 妈妈回不来了 你等到十年来 早在等十年了 你现在身体好 你怎么办呢 你到法院骑上我妈 当时我一惊 我怎么和你妈干事之后 怎么还要我骑上你妈呢 爸你别着急 都说说完呢 上法院 面表他等你等报 等报以后他下船票 能等回来窗户 你从法院领活了 不还是一家一年吗 哎呀 这又挺高 这么的 上你法院 上法院 登了两次报 从来下两次票 没回来 其实这种离婚的方式 是不常见的 不常见 现在就是说 如果万一 他要是回来了的话 你要怎么样 去面对他呢 回不来了 那就二十四年 是哪回来呢 他那时候实意 就是从这门口出去 一段时间 就不知道 这是他的家 有时候管女儿叫妈呢 叫姐姐 那咱女嘉宾 您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点担忧 有吗 我没有 我能接受 能接受 不担忧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的经历感觉挺困的 你爱人当时走丢了以后 你真的痛 心非常的痛 作为一个男人 你也人之一尽了 找了十年的时间 一直没有放弃 你真是一个好男人 我给你点赞 好 谢谢 阿姨您会有担忧吗 如果说您要是选择和他在一起 会不会考虑说 你这种婚离的 未来会有一定的隐患 我还挺敬佩这个男嘉宾的 心里头永远都是放不下他那个前妻 将来要是早论一半 他就是在心目中放不下 我也支持他 我也不会忌讳 这都多少年了 要回来早就回来了 但是如果真回来那天 如果他真实际了记忆 不是那么狂作狂闹的情况下 我能支持他 我也能愿意跟他一起照顾 哎呀 您也是好样呢 什么是爱情 可能这就叫爱情吧 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只要这个人是我认准了的 他认的事我也跟着认 他需要照顾的人我也陪着去照顾 但前提是两个人要爱要值得 那是男人的本色 说到这儿 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 不管是男嘉宾他的这个前妻 遇到了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没有一个终结 对于他来说是心中永远的一个痛 所以呢 说他长情也好 说他负责任也好 所以他一定要把那样一段的感情 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是给家人的一份交代 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 当我们真的不能够掌控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莫不如怎么样 听听咱们自然的规律 放下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不能够掌控 不能够决定的事情 就不能够硬去把它掰过来 坦然接受就好 也可以 也不算太敢 然后也尽量 尽量责任了 但这老头挺会说 其实通过这件事 嗯 对 谢谢 谢谢 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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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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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盒都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请注意 请注意 红氧糖益生菌冻干粉 一团直销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体验到红氧糖益生菌冻干粉 对肠杨栋梁对肠杨栋梁对肠道的肠道的特殊养抗原价299元的红氧糖益生菌冻干粉 现在打电话只需一块钱 一块钱和明星同款益生菌只需一块钱和一只幽门赶军的端利益生菌 一块钱和含有9000亿红性益生菌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本产品由众名歌星陈宏亲情推荐 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购买时请认准红氧糖商标 客户健康从肠开始 红氧糖益生菌冻干粉 让你的肠道越来越顺畅 我们看一下李嘉宾的情感说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他非常宠我 我喜欢吃的东西他都不舍得吃 送到我的嘴边 每天下班时都会主动帮我带菜 帮我做饭 而我也非常心疼他 我们俩都是想着干活 而他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每逢亲人节或者我的生日 他都会给我小惊喜 给我买些小礼物 并且他对我的父母非常好 我每天都在幸福中过 我的幸福就在08年被打破了 当他患食道癌去世的时候 我的天仿佛都塌了下来 那段日子我每天都以泪洗面 把自己们的家里不和人沟通 后来在亲友和孩子们的宣导下 我慢慢地就走出来了 现在我来寻找我自己的幸福 我们女嘉宾也是在蜜罐里一直泡了这么多年 是曾经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生活 我和我爱感情挺好 结果是身老冬天也没有红过脸 但后来他有病了 在一大找的最有名教授做的那个 他是迟到癌 我和我哥医院 就是从手术到处院 一直联谊护理他27天 我和他感情挺好 后来但是两年以后还是走了 那您这感情这么好 应该是很难从两个人那个甜蜜生活当中 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对 所以我一直也没找 后来听那个咱同志给我报名 让我来看看 我都不好意思 反正挺不好做的 真不好做 大多数啊 咱们普通老百姓 你说谁没事上电视干啥 再说了还要人不好意思在哪呢 我就一个人 我是单身也好 离异也好 我干嘛要告诉别人 会不会别人笑话我呀 特别是认识我的人 得怎么看我呀 我找不着了 我跑那咱下去啊 但并不是 就是为了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可能 这是自己自信的一个表现 你说得太对了 对不对 我要从过去走出来 我才敢于来爱的选择 而且我没啥不可以给大家试人的 我是光明生大的来找对象了 对不对 其实你看 我们阿姨非常自信 对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不太特别好 你看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往往也觉得很多时候 哎呀 这坎我们都迈不过去啊 但是你当明天后天 你再回过头来看 今天这样一个天大的事情 成为了一个故事 所以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也没有走不过去的这样的路 如果你能以一个特别正常的心态 来面对现实的话 你会发现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因为我们在不断地成长 这一点是我们特别值得撑到的 而且他家撑到的事情还很多 我刚才就是捕捉到一个信息 不是他儿子很孝顺吗 然后儿子支持你到国外 然后接你到国外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样当子女的 年轻人都觉得可能是 哪怕在二级城市 都可能都觉得 哎呀 没有时间看母亲 就真的父母需要的时候 儿女第一时间出现 真的给父母一个精神支柱 所以你家得老幸福了 儿子那么孝顺 不开心 真的离不开您的教育 你知道吗 阿姨得多好啊 是 妈妈养他们小 他们来呵护妈妈老 对呀 所以这段阴影是怎么走出来的 真的是跟这个好儿子 是分不开的 真是 来 咱听听密室里边 密室有话要说 我也是少的 走出来也得用了三年二年 才能走出来 出去玩一玩啊 多接触一些朋友啊 唱唱歌啊 旅旅游啊 高兴高兴就走出来了 您走出来了 我早走出来了 早就走出来了 我们二号女嘉宾啊 跟您有过同样的经历 也感同身受 我十年以后就走出来了 十年 时间很久 时间真的不久 要我儿子 儿子有种类 我旅游 就要我忘了这些事 你们两家有一个非常 大的共同点 就是你们两人都重情重义 而且子女也都非常的 通情达理 很孝顺 这样的话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真的会遇到很小的阻力 这样原生家庭在一起接触 子女们相处都会很愉快 嗯 牵手 就应该先 就冲着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您俩都应该尝试一下 她两个儿子都挺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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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人也都很重情重义啊 这样的一对人 我们真的希望能够走到一起去 那二位还有什么 要问对方的吗 我没有了 你问我吗 你有问 你就问我 没有 没有啥问 好吧 我们男女嘉宾啊 既然了解的都非常透彻了 我看对彼此也都很满意啊 两人先请起 我真的希望啊 我们女嘉宾的这种笑意盈盈的状态 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更久一些 一直到牵着手 俩人走得更远一些啊 当然了 这个一见钟情很重要 认真思考 做出的决定更重要 那给一点时间 我们女嘉宾稍作休息啊 谢谢 来 这边请 我看那个 我对她吧 没有感觉 但是她一上台 她一跟她聊吧 你跳那场舞 她脑子反特快 我看你可想她了 我通过跟她跳舞那个 我又喜欢脑子聪明的人 她脑子反特快 我另外语言也行 咱男嘉宾 与第一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咱男嘉宾 我想问一句啊 就生活当中 如果有一个女人 始终在你身边 笑意盈盈的 很崇拜的看着你 会不会让你觉得 生活的幸福感更高一些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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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对了 太对了 那咱真的希望 今天在现场 您找的就是这样的人 对 那我们第一位 约会结束了 接下来要选择第二位 约会女嘉宾 您会选择谁呢 二号 来 我们看一下二号女嘉宾的老照片 这真的是一个老照片 笑盈盈啊 那个脸的很时髦啊 这个发型啊 这个也太时髦了 特别有时代感 哎呀 年轻时候就变腹了 现在就老了一年纸 就整裂好 其实这个发量和这个 能够挺实的感觉 和咱们男嘉宾这头发 有一曲同工 因为如果发量不够 发质不挺实 这样的是输不出来的 嗯 好看 好看 有请二号女嘉宾登场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苏环 欢迎您 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好 阿姨今天咋穿这么红 我记得您平常都可低调了 什么回事 今天想红红红 我们刚才看您个大屏幕上 那个照片啊 头一次见到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对 那次是年轻时候 是不那会儿也是个挺时髦的人吧 可以吧 她那头发花多钱还记得吗 那时候便宜 那时候好像几块钱吧 十块钱都不到那时候 但那时候挣的也少 对 是吧 就是笑容 比例还是挺大的 对 我觉得我们阿姨笑容是没有改变 所以刚才因为那个笑一眼 就看出来是你了 曾经的我们张阿姨啊 是那个样子的 很时髦的 花十块钱烫了个头 也不便宜了 现在呢 今天的样子呢 是风风火火的 那生活当中它是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15590号张女士 65岁 沈阳人 散偶有住房 企业退休 无子女 寂寞是压在我胸口 一块石头 令我自喜 寂寞是一座 令我迷茫的迷宫 凭我使出浑身的泄疏 却怎么也走不出来 寂寞的可怕在于 我虽然是一个爱干净的女人 可是污值熟悉的再干净 也没有人能看到我劳动的成果 寂寞的可怕还在于 我虽然很喜欢旅游 但是自己去太孤单 没人陪 没人带着我 只能在家里看看电视 听听歌来消磨世界 无人可以交流 虽然我寂寞 但我不内向 今天要来爱的选择 想找我有缘的人 带我冲破寂寞的壁垒 男嘉宾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来了 从您这个短片里边 没看出来您平常有啥爱好 就爱干活 擦玻璃 我是居家型的 他选择也挺好的 听听歌 对 是吧 唱歌不 唱不好 跑掉 唱不好跑掉 那您爱跳舞吗 不会 年轻点会 现在不会了 你支持他 再去继续教舞去吗 可以 现在不教了 真要是我没有缘 牵手成功以后 希望他还去跳一跳 还跳一跳身体能好 连身体都有了 心情还好 那你要不要跟着他去呢 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 放心 对 大爸 得陪着玩儿 陪着乐儿 他少这样也 来 咱们男嘉宾 给女嘉宾打个分 就是吧 还行吗 才给我打98 我们女嘉宾 给男嘉宾打个分 96 给男嘉宾打96 那挺 男嘉宾比 平好 66顺 66顺 66顺啊 给您整笑了 这分是有点低啊 不低 不低 不低啊 计格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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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儿二对玩儿不能强 谁就谁的 对 66顺啊 66大顺啊 和你能顺当点儿 你就没合这分 比他给你打得低 在了解中 在找 好嘞 胖那个 你要相忠 你就算什么 我也 我相忠他 你得相忠我呀 我可不主动 我这一辈子没主动 你现在啊 是已经对爱情 充满了希望了 这个时候的状态 也是很美的 阿姨 对 来吧 二位 最美的状态 开始今天的约会 请就座 走 你说啊 你先问吧 男嘉宾 你是有险子 今次何年了 我今年65 65 我六年生日 哦 身体状况呢 健康状况 我身体还行 别的毛没有 就小高血压 大高血压没有 每天找人一片药 别的还没有啥 那双毛都有 双毛有 有车 有房 有双毛 嗯 嗯 嗯 我这三五的 嗯 一个人 没有小孩 立手立脚 哈哈哈 你什么单位退休的 我是阎林 北林公园退休的 挺好 我这呢 就是 没人逍遥我 也没人货要钱 也没有 也立手立脚 是 我什么棋手 没有 没棋手 你现在就像我老鬼一个 就这么熊二 嗯 挺孤单的哈 找一个伴儿陪伴 寂寞 嗯 这个 过去闻那句话 小来夫妻老来伴儿嘛 对 满腾儿女不如半个夫妻 对吧 对 这是死话 没有伴儿是不行的 对 近年代段呢 就是 找伴儿就是互相服侍 互相照顾 对 两个儿互相照顾 对 你光爱我我光爱你 拿个水 拿个药了 对 对 我们女嘉宾啊 刚才提到了 自己没有子女 这跟她的前一段感情 是有直接原因的 我们看一下 女嘉宾的情感经历 好 女嘉宾直前无畏 男嘉宾经常流泪 男嘉宾啊 几次都有一点点哽咽了 你想活着不 我小活着就震着去了 现场又会聊天 今晚很热 对下男嘉宾看起 不愿多说 女嘉宾直接表白爱意 男嘉宾能否撒开真心 我跟她挺败 谁是你一生最信最爱人呢 老伴儿啊 比如我哪成了啊 她媳妇不实意吗 你既然你爱不敌 我她媳妇实意回来了 你也得撒毁你 爱的选择 看稍后继续 好礼相送 特价销售 现实优惠 沸腾水煮鱼 68元每份 潮楼饭馆 024-3188-8677 辽阳省沈阳市湖南新路8号 万象九宁城 老曼之 咳痰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痰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看一下李嘉宾的情感经历 幸福是什么 我觉得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 当你想吃的时候 有得吃 想被爱的时候 有人来爱你 我们是自由恋爱 感情非常好 他非常宠握 他觉得一个人挣钱够花就行 所以我就在家里相扶就是 即使偶尔有吵架 但矛盾从来不隔夜 当天就和好 我们过着小儿幸福的日子 但是不好的消息传来 10年他查出了肺癌 从得病到去世这半年时间 我一个小时也没离开过他的身边 我也不自理照顾他 一直在期待奇迹的发生 可是病魔还是无情地给他带走的 他刚走的时候 我给自己闷到家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后来我想 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垮了 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 试着找工作 跟人接触 跟人接触的多了 心里的痛才慢慢消退 我这个人感情力爽 爱吃家 会心疼人 你对我十分好 我能还你十二点 男嘉宇你是那个人吗 我们男女嘉宾的这个经历 有一点很相似 就是在曾经的那段感情里边 都是经其所有的爱着对方 也被对方爱着 对 在播放女嘉宾短片的时候 咱男嘉宾啊 几次都有一点点哽咽了 您是这个深有同感是吗 是觉得心疼她还是 哎 我还提过去的事 其实心不行 心不得劲啊 心里边就 过去永远就是过去了 就过去了 走出来 嗯 那咱女嘉宾 您之前那段感情 您二位没有孩子 我生了一个小孩 后来夭折了 嗯 嗯 那没有也没办法啊 抱羊我也不同意 哦 后来就 那就是岁数大了 嗯 我结婚八年以后才回 嗯 嗯 我到怀孕前还不知道 我那家我饭店当采购员的 嗯 就是装粮装油啥 特别累 嗯 我家还被倒过一次 嗯 就是那那种下巴可能是 差 差十五天可能是预产期 我就提前生了 嗯 生完了几天就没了 那您这个丈夫有没有说 因为这个事跟你的感觉上有福利 我们俩是自由恋爱的 哦 没有因为孩子的事对感情有影响吗 没有 就他爸那这儿说 想让我们抱一个 嗯 就是四十多岁以后了 嗯 说抱一个以后不也可以干啥吗 嗯 然后我说不抱 因为我家只能跟你躲呀 嗯 抱那个我觉得 好像没有血缘关系 挺干啥的 反正是思想当中那时候就那么想的 但是现在回家来也挺后悔 我俩真是不离不弃 就是他临走前就是握着我手走的 说什么了还记得吗 就是喊我 媳妇快给我找大夫用好药用好药 我说你别着急 给你用的全是好药 嗯 第二个是进医院已经 大夫都下病危通知了 嗯 三天到五天 三天就走了 那他 挺干啥的 挺好 他走了之后您的生活应该是像天塌下来一样 哎呀那你别提了我都不出屋 持续了多少 我天天都真的一想到的时候 给那天我家养活两个小狗 就遛狗先出去 不遛狗我都不出去 三四个月就不出去 后来最后一次是挡着呢 我家狗给我唤醒的 我就躺床上就哭 那就觉得天衣无缝了 那都 然后我家狗上床拔了我活活的 跟那我起来以后我自己 问我自己 张叔叔你想活着不 想活着你就振振起来 狗都哄你了 你还不行啊 我能看出来我们女嘉宾也好 男嘉宾也好 现在是真的很积极的在迎接新的生活 但是我有一点担心的 就是因为你们两位 曾经的那段感情都是很幸福的 对 对方都很恩爱的 那会不会在找的时候 会去对比啊 会去犹豫啊 哎呀没有那个好啊 可能还是我要找一个那样的呀 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思呢 我冲洗力 你先说大哥 你先 我冲洗力说啊 我要找着我不去对比 不对比 因为过去的事情总是过去了 嗯 接在接现在的生活 嗯 现在两个人去互相相处 嗯 知疼知爱的对吧 嗯 互相关心啊 像大哥刚才讲 你说有个病有个咋了 等点事要拿着药啊 送个医院啥呢 这是必须的 我也是不会有的 为啥呢 你多伤心多伤心啊 对 嗯 对 对吧 就是有些事情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不能考虑自己太自私 这是一个事啊 另外你说人没有了 那就是没了 我也做得人之一尽了 对 人家等待早十年 那不只是十年呢 嗯 那么十二年十三年 一直到今天 为什么到这个爱选这来了 嗯 对吧 那么说我到前面也会找 不行的不是那么回事 嗯 所以就面对党下 就是我这边是最爱媳妇的 我跟她挺对品 谁是你一生最亲最爱人的 老伴啊 嗯 对吧 而你在孝敬 在孝顺 都不行 为什么 她不能守候你二十四小时 嗯 只有老伴能守候我二十四小时 嗯 因为她们呢 她有她的家庭 有她的工作 有她的事业 比如我哪成了啊 她媳妇不失忆吗 你既然你二无敌 我们她媳妇失忆回来了 你也得照顾眼睛 你不能对人媳妇回来 你不照顾眼睛 人都这样的事 面对当下 面对现实 你回忆过去 有啥意思啊 这不是三感情吗 那我们日咋过呀 人心都是又咋的嘛 那我们男嘉宾一直讲的都是 我要怎么怎么啊 对你 他从来都不会说 我要求你怎么对我 不 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他把她自己的心上 就不要拿出来 要得走不出来吧 你不能来这里 眼泪得滑滑的 走不出来不行 我这套岁在你身上 还是不开心睡觉 我这一把你当心的 才对我给你 hosts都会得到 你的眼神 他可以把眼神 不出来 但是你往这边 我说他把眼神 放弄过来 我看电话 在我这个手 Tay 这并不开心 你这么说 我看电话 你这样的 不开心 我看电话 你这样 你们想干 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第二位女嘉宾已经约会结束了 我们希望这份缘分能够继续下去 那我们女嘉宾和男嘉宾稍作休息 一会儿可以再见面 好 接下来要进入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 我姐的男嘉宾能写三号 我姐的男嘉宾选二号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每个人选择其中的一道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用由谁承担 二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 如何解决 三 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 四 你可以为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兴趣吗 五 你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 六 会因为个人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 男嘉宾选一道问题问女士 四 你可以为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吗 我可以 他可以 我可以 叔叔 这话明显是对你说的 他可以 我们二号女嘉宾呢 我也可以 这一年留那儿补鸡脚那些 我没有啥样 没有啥样 配合度极高的一位女嘉宾 好 来我们女嘉宾问一个问题 问我们男士 三号 我问你 我问五 五 您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 重要 好 我们二号女嘉宾 我选择二 二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该如何解决呢 暂时先沉默 然后慢慢再聊 沉默多长时间呢 沉默她小事吧 那你要一直沉默算不算冷暴力呢 那不能这么沉默啊 你这沉默是我就不吱声我也啥也不干 还说我一边沉默一边 喂饭吃 恭喜把媳妇冷过来我错了 行不 这样行吗 这不你解决了吗 很好 行啊呀 这做得太到位了 我们男女嘉宾啊已经完成了爱的考验 彼此都非常地坦诚很认真地把这问题给回答了啊 希望这一轮的考验能够让彼此的感情能够增分 好 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交到您手上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 男女嘉宾背对背站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喜欢她勇敢地转过身 心动倒计时 三 没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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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没说行吧 二 别说我俩疼了啊 她媳妇不失忆吗 既然你二无疾 我们她媳妇失忆回来了 你也得照顾眼睛 你不能说她媳妇回来 你不照顾眼睛 人都这样是 牵手 就应该行 就冲着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你俩都应该尝试一下 一 请选择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志趣相投的她 还是执心顾佳的她 一 请选择 男嘉宾能否原定现场 很优秀的 这方面都挺好 调眼也挺好 真的要选 爱的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游戏 腹瀉 肚子症 怎么办 快试试红氧糖益生菌动肝粉 每核有9000亿活性益生菌 让你的肠道活起来 洗手厂 不消化 面移低 怎么办 红氧糖益生菌动肝粉 明星也在吃 才能以至油门螺旋杆菌 每天一袋 润肠痛便 精神好 红氧糖益生菌动肝粉 一支油门杆菌专利的益生菌 每核含9000亿活性益生菌 采用三重冷冻干燥包埋技术 有效保证益生菌活性 每天一袋 调节肠道内菌群平衡 促进营养基础 呵护肠道健康 一块钱和明星同款益生菌 一块钱拥有健康好肠道 是的 您没有听错 这款由著名更新陈虹 亲情推荐 红氧糖益生菌动肝粉 现在厂家做直销活动 只要一块钱 是的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品牌宣传 独计成本 独计利润 抛去所有中间的环节 成本价直面消费者 让每一位消费者花最少的钱 体验到我们 红氧糖益生菌的 带来的惊喜和改变 保险公司城堡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请注意 请注意 红氧糖益生菌动肝粉 一元直销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体验到 红氧糖益生菌动肝粉 对肠道的特殊养护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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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15天可能是预产期 我就提前生了 生完了几天就没了 那您这个丈夫有没有说因为这个事儿跟你的感情上有复运 没有因为孩子的事儿对感情有影响吗 没有 就他们爸那这儿说想让我们抱一个 就是四十多岁以后了说抱一个以后不也可以干啥吗 然后我说不抱 因为我家只能跟你躲呀 抱那个我觉得好像没有血缘关系 挺干啥的 反正思想当中那时候就那么想的 但是现在回想来也挺后悔 我俩真是不离不弃 就是她临走前握着我手走的 说什么了 还记得吗 就是喊我媳妇快给我找大夫用好药用好药 我说你别着急 给你用的全是好药 第二次进医院已经大夫都下病危同质了 三天到五天 三天前就走了 反正挺干啥的 她走了之后您的生活应该是像天塌下来一样 那你别提了 我都不出屋 持续了多少 我天天的真心想到时候 那时候我家养过两个小狗 就遛狗先出去 不遛狗我都不出去 三四个月就不出去 后来最后一次是长天的 我家狗给我唤醒的 我就躺床中就哭 我就觉得天衣无缝了 那我家狗上床拔了我和我来 我起来以后我自己问我自己 长生话你想活着不 想活着你就振振起来 狗都哄你了 你还不行啊 我能看出来我们女嘉宾也好 男嘉宾也好 现在是真的很积极地在迎接新的生活 但是我有一点担心的 就是因为你们两位曾经的那段感情 都是很幸福的 对 对方都很恩爱的 那会不会再找的时候 然后会去对比呀 会去犹豫呀 会去犹豫呀 哎呀没有那个好啊 可能还是我要找一个那样的呀 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思呢 我冲心地 你先说大哥 你先 我冲心地说 对吧 我要找着我不去对比 对对比 因为过去的事情总是过去了 嗯 接现在的生活 嗯 现在两个人去互相相处 嗯 知疼知爱的 对吧 嗯 互相关心啊 像大哥刚才讲 他说有个病有个咋了 等点事要拿着药啊 送个医院啥呢 这是必须的 我也是不会有的 为啥呢 你多伤心多伤心呢 对 对 对吧 就是有些事情在考虑对方的感受 不能考虑自己太知识 这是一个事啊 另外你说人没有了 那就是没了 我也做得人之一尽了 对 人家等待长十年 那不只是十年呢 那我十二年 十三年 一直到今天 为什么到这个爱选择来了 嗯 对吧 那么说我到全部也会找 不行的 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就面对党下 就是我这边是最爱媳妇的 我跟她挺对比的 谁是你一生最亲最爱的人呢 老伴啊 嗯 对吧 而你在孝敬 在孝顺 都不行 为什么 她不能守护你二十四小时 嗯 只有老伴能守护我二十四小时 因为他们呢 都有她的家庭 有她的工作 有她的事业 比如阿拉成了哈 她媳妇不失忆嘛 既然你二无疾忆 她媳妇失忆回来了 你也得照顾人家 你不能对人媳妇回来 你不照顾人家 人都是这样的 面对当下 面对现实 你回忆过去 有啥意思啊 这不是三感情嘛 那我们日咋过呀 人心都是又咋的嘛 你看我们男嘉宾一直讲的 都是我要怎么怎么啊 对你 她从来都不会说 我要求你怎么对我 不 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她把她自己的心情 却表达出来 要得走不出来吧 你不能来这里 眼睛得滑滑的 走不出来不行 你走不来 你不正硬对男士 男士也对不正硬对 你没有意义了 我呢 我是这样 我不求得什么回报 我就求得能够正确对待我就行 你看我还能做到什么呢 那你父母当自己父母 那你孩子当自己还去对待 你看你要是先能够做得到的话 不想得到那么多 你也会回客业那么多 因为往往有很多时候 你先做到的时候 对方会融化自己内心 哪怕他有那一点点含脸会融化掉 就像我刚才看到咱们二号女嘉宾一样 一来的时候这种状态 完全和之前的脸色都不一样 真的 这种阳光灿烂的确是 你们都调整好心态了 如果真的要在哪线下的 对面的这个人和之前的比较的话 既对不起对方 更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因为你原来那段生活是甜蜜的 但是你回想起来那段终结也是痛苦的 所以如果再去比较的话 真的像刀割一下扎自己 对 说的也太对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刚好存在于我们两位嘉宾的生活当中 人说同命相连同病相惜 两个人能够懂彼此的话 生活起来沟通起来 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能够更知道对方哪个地方是他的痛处 我们不去触碰他 哪个地方我做什么事情能让对方高兴 我多做一点 为对方着想 这小日子就能越过越好 对 说的太对了 我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 能够就着现在这个劲 把这个爱情的小火苗给他点起来 今天这小红衣服再也不能白穿 我们争取就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好兆头 好不好 好 来 俩人还有什么要问对方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了 来 二位请请 好 我们男嘉宾 与第二位女嘉宾已经约会结束了 我们希望这份缘分能够继续下去 那我们女嘉宾和男嘉宾稍作休息 一会儿可以再见面 来 好 接下来要进入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我写的男嘉宾能写三号 我写的男嘉宾写二号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每个人选择其中的一道 要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用由谁承担 二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 如何解决 三 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 四 你可以为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兴趣吗 五 你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 六 会因为个人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 男嘉宾选一道问题问女士 四 你可以为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吗 我可以 他可以 我可以 叔叔 这话明显是对你说的 可以 我们二号女嘉宾呢 我也可以 这个年龄到不计较那些 我没有啥 没有啥 配合度极高的一位女嘉宾 好 来我们女嘉宾问一个问题 问我们男士 三号 我问题 我问五 五 您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 重要 好 我们二号女嘉宾 我选择二 二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该如何解决呢 暂时先沉默 然后慢慢再聊 沉默多长时间呢 沉默她小事呗 那你要一直沉默算不算冷暴地呢 那不能这么沉默啊 你的沉默是 我就不吱声 我也啥也不干 还说我一边沉默一边 喂饭吃 你过去把媳妇冷过去 我错了 啊 行不 这样行 不可以解决了吗 很好 行啊呀 这做得太到位了 我们男女嘉宾啊 已经完成了爱的考验 彼此都非常的坦诚 很认真的把这问题给回答了啊 希望这一轮的考验 能够让彼此的感情能够增分 好 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交到您手上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男女嘉宾背对背站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喜欢她勇敢地转过身 心动倒计时 三 你说啊 不说 男嘉宾 你是有险吗 二 比如他俩疼了啊 他媳妇不失忆吗 你既然你二无疾 我们他媳妇失忆回来了 你也得照顾人家 你不能说你媳妇回来 你不照顾人家 人都是这样的 牵手 就应该选 就冲着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请你俩都应该尝试一下 一 请选择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志趣相投的他 还是执行顾家的他 一 请选择 男嘉宾能否原定现场 很优秀的 这方面都挺好 调业也挺好 真的要选择 爱的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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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去所有中间的环节 成本价直面消费者 让每一位消费者花最少的钱 体验到我们弘养糖益生菌的 带来的惊喜和改变 保险公司城堡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请注意 请注意 弘养糖益生菌冻干粉 一元直销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体验到弘养糖益生菌冻干粉 对肠道的特殊养护 原价299元的 弘养糖益生菌冻干粉 现在打电话只需一块钱 一块钱和明星同款益生菌 只需一块钱和一直用门赶军的端利益生菌 一块钱和含有9000亿活性益生菌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本产品由众名歌星陈虹亲情推荐 太平洋保险公司城堡 购买时 请认准弘养糖商标 客户健康 从常开始 弘养糖益生菌冻干粉 让你的肠道越来越顺畅 力量迸发 再次突破极限 释放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是双汇 新派成菜 潮楼饭馆 为回馈新老顾客 11月起 每周五为会员日 会员向部分开品半价 创支卡存1000元 送100元 存2000元 送300元 加送雪花啤酒一箱 详询米2431888677 1 请选择 3号女嘉宾挺优秀的 各方面都挺好 条件挺好 值得选 度质也高 好 我们三队没有为对方转身 刚才的约会当中 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您对我们的3号女嘉宾印象还不错 刚才为什么没有转身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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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熟 好 那我们3号女嘉宾 您为啥没有转身 我感觉她 不怎么太喜欢我 似乎就没转 感觉 那您对她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 挺好 我们女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其实她鼓足了勇气 站在台上已经很难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非常需要对方有一个确定的态度 她才敢转身 来 我们2号女嘉宾 我觉得年龄好 手大一点 您觉得她年龄大 实话实说 您俩差几岁 我跟男嘉宾差9岁 差9岁 差得有点多 对 好 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 每一位来的阿姨 选择现场的叔叔阿姨 真的都是鼓足了勇气 都是生活当中的成功者 最勇敢的人 也相信最勇敢的人 一定会早日获得自己的爱情 来 我先把玫瑰花暂时收回 希望你们早日获得幸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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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虽然没选的成功 但是下次我还会来的 再继续继续继续我的另一半 我是沈阳的 我叫金村益 找个男人对我好就行 别的要求没有 有那个医保退休金就行了 我想找一个疼我爱我的 死守终生的一个男子 走完下半生 我想找一个心地善良 性格好的 条件好点的 知道疼人的 即使其他人觉得你们再合适 但是只要你内心不够坚定 那这段感情依然不是对的感情 我们希望你也能够找得到那个 值得你坚定的选择 不顾一切奔赴